丝绸之路是不同阶段里 商贸 交通 文化交流通道的集合 在中国西南的横短山脉 有一条鲜为人知的民族走廊 丝路甘孜就源于此 纵观不同历史时期 这段走廊以古蜀道 南丝绸之路 唐波古道 茶马古道 国道三妖器械之文 共同构成丝路大通道上的启程转合 四川省甘孜州则是其中的重要枢围 雪林 河流 湖泊 草原 自然之力吊筑出甘孜的轮廓 民族 民俗 古道 艺术 文明的基因照亮前行的探索 为何为何一 подоб计划 中国的西南丁 山丁道 梁农沂 草原 小梁农沙原 中国小梁农沙原 补涉 中国首个的中文 川湖原 西南丁道 甘孜州卢霍县燕尔龙村 在这里的石棺墓葬群中 发现了商周时期的海螺 海贝和石器的遗迹 这里没有海洋的记忆 海贝也只能是充当货币被带到山林 而卡萨湖墓葬群中出土的月行同事 童寿牌士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蜀道的痕迹也随之浮现 蜀道是一个广泛的概念 就甘孜而言 它属于西部横断山脉 和民族藏墙 在一个民族文化交流迁徙走廊上的 民族花灿 民族融合各种文明 杀布和弦种子的一条生命线 公元前四世纪 自成都到云南 顺横断山脉民族走廊而下 至今缅甸 印度及其以西地区的南方丝绸之路 初见出行 公元前一百三十九年 张谦初始西域 于大厦发现穷竹杖和蜀部 这再次印证了 在路上丝绸之路之前 巴蜀到印度再到西亚 早就存在一条通道 汉家无耻道 智力辅难移 司马向如开通西南移 他最习以 就采取了民族合谋的政权 所以是最早形成 民族融合 民族团结 而且认同于我们中华礼约文 同汉族长期和弦保佑在一起 这样一条民族华产的走廊 西南移开通后 汉朝的政治制度 生产方式 生产技术 随即传入到了西南一地区 甘孜 已成为与汉族文化交融 最紧密 最稳定的地方之一 到了唐波时期 汉藏间的密切交流 促成了唐波古道的产生 唐波古道全长约3000公里 是一条有明确文字记载的 最早沟通汉藏之间的古代交通路线 根据兰州大学土超群的研究 甘孜县城附近亚龙江向南转弯处的浦玉龙村 正是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的 唐波古道上的重要驿站 颇翼 我们定唐波古道的两条支线 河源道和白兰道的交汇点 就在这个地方 根据我们对唐波古道的研究 无论这个文成公主从哪条道路入藏 她必须要经过这个地 唐针关十五年 文成公主入藏和亲 这是开辟唐波古道 和推动双方密切经济文化交流的重大事件 文成公主的痕迹比比皆是 石渠县真达乡当地的水魔记忆 相传来自于文成公主随驾队伍的改良 康定市内的公主桥 塔公草原上的塔公寺 仍流传着文成公主的传说 吐波时期磨牙石刻 在甘孜的发现 则进一步印证了汉藏文化在此交融 石渠县境内的磨牙造像 主要分布在 以洛须镇为中心的金沙江东岸 最具代表性的赵阿拉姆 可于洛须镇隆隆沟沿壁 形象鲜活生动 造像旁 杨二造佛也的汉语题字 与工整的横书藏语题字 相得益障 甘孜的重要性 很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 美国藏学家柔克毅 两次进入甘孜进行地名考察 他剃发义服 学习藏族人民的一言一行 他的考察结果 对改正清代文献中的地名错误 起到了重要作用 也为后人研究唐波古道 提供了新的线索和思路 这一切都说明以甘孜为重要节点 唐波古道支线 是除传统的唐波古道主线外 最重要的通道 是唐波古道南线的核心地区 随着唐波古道线路的蜿蜒与延展 众肯艺人的传承与吟唱 藏族人民的英雄格萨尔王 也被越来越多人知晓 康巴文化的骨架 与格萨尔王的品格 成为了人们突破进取的精神旗帜 康巴古道 康巴古道 也在文化交融和历史推进中不断演变 经过元明清三朝的漫长岁月 逐渐发展 逐渐发展为汉藏之间庞大的交通网络 及茶马古道 明代以来 打箭炉 成为茶马交易的市口 康定木雅 曾是茶马古道通往关外关内的 古要道和关卡 茶马古道可以说是一条汉藏交流的商业通道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茶叶 在旅途中可以作为货币使用 根据传教师记载 每年通过康定城入藏的茶叶 总量要达到600万公斤 清代之后 改土归流的风吹向了甘孜 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道福县泰宁古镇 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节点 是汉藏交流交融的重要通道 万家生浮贬 汉氏风格古城墙 慧远寺雍正玉智的庙碑 可有汉藏两种文字的大钟 皆讲述着从前民族文化交融的故事 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 在世界污济上开辟出来的奇迹之路 国道三一七线正式通车 道祖艰难成为了过去世 甘孜也因此绽放出新的生命 从古手道到如今的国道三一七线 不同时代思路的不同形态 彰显着团结向上的思路精神 书写出民族融合的伟大篇章 在这条丝绸大通道上 有狂风暴雨 险滩激流 有电闪雷鸣悬崖绝壁 却没有退却和怯懦 渴望交流的信念也从未熄灭 思路改变了甘孜的历史进程 而甘孜也在思路的绘卷上 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精彩和故事等着你去发现 川西高原的秘境已向你敞开 想遇全球的康定情歌的原型是什么 木头架起来的房子 为什么可以在地震中屹立不倒 银寸之间的丝绸 究竟可以画上多少美容 印经院里的经文 是如何做到久藏不坏的 这里还有多少神秘与神奇 拨开重重迷雾 去探秘斯路甘孜 解码穿袭蜜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